大家好 1月24日星期二 今天亦都是農曆年初三 傳統上年初三就叫赤口 不食而拜年 因為商喊不好口 不過今時今日香港人已經很進化 百無金記 我見到身邊都有不少朋友 今天都是商約聚會 朋友聚會也好 去車工廟也好 又或者入馬場也好 最緊要開心 自己哄自己開心 今天都是跟大家講一下消費券的問題 究竟下個月去公佈的財政預算案 派不派消費券呢? 昨天葉劉淑儀就出來講了 他所屬的新聞黨反對預算案去派消費券 那就是一如我預料 因為前兩天陳茂波就出來 去督爆有政黨在閉門會議 反對派消費券 就說擔心影響政府的財政 我前晚在做YouTube直播的時候 就預計跟大家講過 這個反對派預算案的政黨 應該是葉劉的新聞黨 結果也都一如所料 但是原來葉劉淑儀並不孤獨 今天有線電視訪問了一個中大的經濟學者 他也是反對派消費券的 本來反對沒有問題 我自己是贊成派消費券的 但是我覺得理想的社會 應該可以容納到不同的意見 所以你想反對消費券也可以 你贊成派消費券也可以 最重要是大家由理據 可以互相討論 以理服人 所以我覺得本來反對贊成都可以 應該自由去發表意見 不過這位經濟學者 他提出的 他反對消費券 但是他其中的一個論點 一個比喻 我就真的聽到有少少耳朵都閉上 他說如果派消費券 就等於吸毒 大家沒有聽錯 他真的說如果派消費券 就等於吸毒 我覺得 哇 是不是 這個比喻 會不會有些不倫呢 是哪位經濟學者 就是中大的李兆波 這位是亞太工商研究所的經濟學者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他是不贊成派消費券 因為他覺得派消費券 那個提振經濟的作用很短期 不如這樣 因為既然我要討論他的觀點 我覺得不如我直接用有線的網上 引用他的直接對話 好過我憑記憶去講 真是公道一點 李兆波 中大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 他就說 你靠政府用儲備去派消費券 帶來的刺激是很短暫的 你說一些政治因素需要派 那就派 真的要派 那是不是要派一萬元呢 我覺得派五千元都可以考慮 但是我仍然覺得不應該派 你派五千元其實我覺得有些像吸毒 派五千元消費總額就三百多億了 都到不了一個月的零售銷貨額 反而有些人會有替代效應 用了這些派消費券的錢來搭車吃飯 儲錢到日本開關 那些人又全部外遊了 這個就是經濟學者李兆波 中大經濟學者李兆波 他接受有線訪問說他反對派消費券的輪點 我們逐點逐點可以去講一下他的看法 首先他說 你派消費券帶來的刺激很短暫 其實如果是這樣說 即是這位經濟學者 他認同派消費券是可以刺激經濟的 不過就只有短暫的刺激作用 沒有長遠的刺激作用 為什麼我要講他的大話題 因為我就不想 我想公道 不想有人說我短張取義 你剛才聽他這樣說 他即是都認同派消費券有刺激作用 不過是短暫而不是長遠 這樣我很奇怪 因為所有人幾乎 其實為什麼要派現金或者派消費券 這些所謂的提振經濟作用 從來都是短暫的 如果要長遠的 政府要有長遠的政策 但因為很多時候就覺得長遠的政策 遠水不能夠有近火 所以就叫政府要回水 派錢派消費券 希望在短期內都有這個提振 你短期就靠這個 然後長遠就希望政府那些政策 發揮作用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分工來的 所以如果這位經濟學者是用 派消費券的提振作用很短暫的 如果他用這件事去否定派消費券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好像 按照他沒有理由 經濟學者 他一定比我和你熟過 按道理 但他好像沒有搞清楚派消費券 炮現金的效果 這是一般的情況 不過今天有個行會成員 林健鋒 他就是代表商界 他接受訪問 他就是支持派消費券 他提出了一個觀點 就是來自商界的觀點 覺得派消費券不只是短期作用 其實長期對政府都有益 為什麼呢? 因為你派消費券 市民會消費 商戶賺了錢 明年就交稅給你 明年去報稅的時候 多了收入 讓政府多些稅 到時候回歸庫房 所以派消費券 其實是有長遠一點 不是純粹短暫的功效 有些長遠一點的功效 這個就是林健鋒的觀點 反映給經濟學者李兆波聽 這是第一點 我看了李兆波的意見之下 有的回應 第二點 他就說你派消費券 其實市民會出現了一個 所謂替代效應 因為市民把你現在派給他的錢 要來坐車、吃飯 然後就存起錢 然後就去了日本 去旅行、去消費 所以這位學者就用這個想法 也是他反對 一派消費券 但我又不明白 首先 市民拿這些錢來 坐車、吃飯 有什麼問題呢? 市民拿這些錢 存起他 然後去日本旅行 有什麼問題呢? 最重要就是市民開心 千萬不要搞錯 首先 現在 一般經常說派錢 派消費券 好像叫政府 按荷包 拿些錢出來給市民 不要搞錯 錢不是政府的 在儲備裡面的錢 是市民的 市民的交稅 各階層的市民辛辛苦苦去工作 然後賺錢交稅 然後積累在政府那裡 所以政府其實不是那些財富的擁有人 政府只是一個管理者 所以市民 你回水回給 其實不是派錢 其實可以叫做回水 你回水給市民 他喜歡怎麼用 市民喜歡怎麼用 是市民的自由 是嗎? 照所有東西 正正當當 我是這樣 我市民要吃飯的 市民要搭車的 用來有什麼問題呢? 你說去日本旅行 好像表面上說到 那些錢 就不是益了本地商家 就好像去了日本消費 那樣 但是其實旅遊業 都 你說機票 或者買 有時候市民都要找代理 其實各樣 你搭車去機場 都要付錢 不是完全代理日本那裡 當然日本的商家 他會賺了一些 但是本質上 如果市民開心 又有何不可呢? 領導人 都曾經說過 叫香港的高官 要令市民有幸福感 雖然不是說 派現金券那麼簡單 就可以令市民覺得 有幸福 因為幸福這件事 都複雜很多 但是當你的特區政府 各樣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 如果市民 可以拿著政府的回水的錢 去日本旅行 開開心心 又何樂不為呢? 又有何不可呢? 那為什麼不可以用得下市民的開心呢? 所以我不明白這種所謂 叫做替代效應 怎麼可以用這件事來反對 去派消費券呢? 市民開心是很難得的 千金難買市民開心 因為從政者 其實全世界都是 最大的成績就是令市民開心 如果從政者可以令市民開心 其實應該努力去做這件事 達成這個目標 我覺得這一點 也都是 我不明白 就 這個經濟學者的看法 或者說 不是很認同的 下一拍 那至於去到 我就說 最聽到 以都質的那個比喻 就是說如果再派消費券 就等於 好像吸毒那樣 那我覺得真的 比喻不論 還有我不清楚 其實為什麼學者會覺得 是像吸毒呢? 他是說政府這樣去派消費券 是政府吸毒 還是拿消費券的市民 就是市民希望政府派消費券 是像吸毒呢? 其實不清楚 不清楚學者的意思是什麼 至於說到吸毒 吸毒當然是 是不對 是不好的東西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一來 毒品是有害的 就是完全是 不應該去吸毒的 就是不應該將一些有毒的東西 吃到你身體裡面 此其一 那第二 吸毒的另一種有害 就是它上癮 它不對的東西就是上癮 你一不做的時候 就 就是 周身不聚財 周身不舒服 那任何東西呢 其實上癮都是不好的 所以 加上兩樣東西的時候 吸毒是不好的 但是 如果你說派消費券 那為什麼會等於吸毒呢? 其實我真的不清楚 還有誰吸毒呢? 那 本來我就說 應該是美亞學者出來解釋得清楚些 不過我相信 無論為什麼 這個比喻 都是不論的 那不如收回撤回好過 不需要再繼續在那裡糾纏 歸根究底 我始終就是說 現在 派消費院這件事 用的不是政府的錢 那些是市民的錢 不過政府一直是帶著管理著 那如果 如果 學者說 甚至葉劉的新聞黨 他們覺得 如果這樣 應該去做一些 目標放在 長遠發展經濟那裡 那不應該去做一些 相對派消費券這些 那 問題在於什麼呢? 長遠發展經濟和 這個派消費券 本身是沒有矛盾的 不是叫你去派消費券 你就不用長遠發展經濟 現在也都 從來沒有人說過 因為派了消費券 政府 因為少了那幾百億 政府就不夠能 不夠財力去發展長遠的經濟 政府有沒有這麼說過呢? 我沒有聽過 現在政府 為什麼做不到一些 就是長遠發展經濟的措施 不能夠提振呢? 是能力的問題 不是錢的問題 香港從來 特區政府從來 是不缺錢的 儲備 是在全世界 看到那些人 眼睜睜眼都凸 是非常惹起 別人羨慕 妒忌 但是 他做不到 不是因為沒有錢 是因為一貫 能力的問題 所以 你現在說 你不要叫他派了 讓他可以做長遠經濟 喂! 你派了 你也要繼續做長遠經濟 是不是? 而且反過來 是不是他不派 你就會發展到好的經濟政策呢? 你會不會寫包單呢? 你真的做到? 會不會有多幾隻大白象工程 然後又超資 然後呢? 你的高官又不知怎樣加工 又不知怎樣擴大你的高官的編制 那會不會那些錢用在那裡呢?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你先不給市民呢? 是不是? 所以 我聽完這些論點 是沒有辦法有一個論點 說服到我覺得 為什麼要不派這個消費券 我甚至說 其實派消費券已經是一個妥協 其實最應該是派現金 就是回水現金 讓市民更加自主去決定怎樣花錢 希望那些議員也好 包括政黨也好 學者也好 其實會明白 為什麼到今天呢? 市民這麼認為政府應該預算案的時候 有回水 現金也好 消費券也好 其實這件事情都不是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 有這種意見也不是一天去建立 而是政府很多的往績 就是讓市民覺得 真的 那些錢呢 麻煩你留在市民的袋子 由市民去自己決定怎樣花 是遠遠好過交給政府 由它去管理 再加上 所以現在的市民是一天 現在的經濟 也是一個最差的時候 經歷了三年 這個疫情 各行各業 來體驗到今年的市道 飲食好像好一些 今年過年飲食的市道好像好一些 譬如花市 你說零售 其實仍然仍然都是 捱得很苦 那你的儲備 你看經常說積穀房機 就去等有需要的時候去用 現在還不是最有需要的時候 你這樣都不用 這樣都做守財樓 是不是 這樣怎麼能夠去服眾呢? 所以 起碼到這一刻 我就聽不到一個 反對派消費券的理由 是足以說服到人的 那今天 我跟大家在這裡的交流分享 談到這裡 拜拜